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我希望你们一种圆满成就的实相,成就是什么?已经成功了,圆满是什么?把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尽量能够做了圆满一点,不要出差错。 然后你才会得到这个事情的实相,也就是说,我今天尽心尽力了,但是也不能圆满。 这个世界的真理就是永远不会圆满的。 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情能够圆满的? 你说有一个谁从生出来到走都是圆满的? 你说你的一生都是圆满的吗?你们告诉我,很可怜。 你们告诉我你们有多少事情不满? 好不容易这个事情成功了,那个事情又倒霉了,好不容易又成功一件事情,那个事情又倒霉了,永远没有圆满。 刚刚开始让领导很开心,让老板很开心,最后讲一句话,又让老板不开心。 很多人喝酒的时候就是这样,开始前面把老板吼得来,哎呀,很开心看着他。 后来只要讲一句话讲错了,不开心。 现在小时候老人跟我讲过一个故事, 一个小孩子一开口就说倒霉的话,在家里很讨厌。 他爸爸有一次带他出去跟他讲,孩子啊,你只要跨进这个门,你就不许讲略货话。 你出了门,我随便你讲什么,你进了门,你不要讲话。 他就一直憋着,他爸爸带他到人家家里有一个很富有人家的吃饭。 他一直笑,一直在想,心里面也难受。 最后结束了,人家把他送出门了。 刚刚一跨出门,他说,我今天一句话都没讲啊,你们家里死的人都我都不挂。 所以人呢,憋不住的,你不把这个习惯改掉,你永远会发出来的,你憋不住的。 所以必须要憋住,就是实相。 所以佛陀说,诸法,实相,妙自信。 这个世界上,所有你学的佛法,学的人间法,学的什么方法,实相是来自于微妙的自己的本性啊。 你人能够自己开悟,自己想通,那就是圣神微妙法啊。 你知道很多入狱症是靠自己想通的,本来要自杀,不想通了,无所谓了。 那么不自杀了,他就是靠自己啊。 他能靠谁啊? 你自己能够想通,你这个人就是要解脱。 所以圣神微妙法是自信,真正的自信流露,自信本性流露。 你们告诉我哪一个人不聪明啊?都聪明的啊。 只是聪明的方法都一样,有的人在画画,有的人在弹钢琴啊,有的人在这个方面,这个方面,就是不圆满。 所以师父现在把你们的本性挖掘出来,你们都会不圆满的。 因为人的本性,佛性,是佛性在你们心里。 你说你们找不到佛性,师父告诉你们好吗?你们的佛性是不圆满的。 你们有时候帮人家的时候,可以帮助人家想出很多点子出来。 你自私的时候你想不出好点子的,你只要帮助别人,你会想出,哎,你这样的,你如果这样的,哎,你那样也可以的呀。 你看,全部都是自信流露。 就是你帮助别人的时候,菩萨会给你加持,你自私的时候想不通,没办法了,一点路都没有了。 就是这样,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 所以,一切本源自信处,我们人的慈悲善良,都是属于本源的。 在给自己本身的自信处,自信处是什么? 自己本性的流露。 所以师父跟你们说,我跟你们讲的是佛法教, 诸法实相,妙自信,一切本源自信处。 这是佛陀讲的。 所以我们要珍惜佛源,净化,升华,自身一切身心的本质。 净化就是干净,升华就是境界提高,自身,自己本身一切身体和心灵的本质。 一个家庭一直不跟老婆吵架的,这个人这是生活的本质。 一个家庭老婆不跟老公 argue,不跟老婆吵架的男人是一个好男人,是有修养的。 在家里经常吵架的,一个吵,一个不吵的,是一个有修养,一个没修养。 两个人一起争吵的,是两个人都没修养。 三个人一起争吵的,是三个人都没修养。 请你们告诉我,怎么会有多处一个人出来。 有人知道吗? 他的孩子不是第三个。 夫妻在家,孩子一起吵架,不是三个人吵。 所以师父告诉你们,要记住,调谱内外的魔障,生出波罗。 内外魔障是什么? 心中难受啊,恨啊。 凭什么?为什么? 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原分。 没有什么的。 今天你们跟师父认识,就是原分。 哪怕你们来看师父,哪怕你们对我不了解,在了解过程当中也叫缘分。 只是这个不一定是善缘,不管善缘,恶缘,都是缘分。 我对你们一视同仁。 所以希望你们要有智慧,将烦恼化解,才能解脱烦恼。 你们知道烦恼就会恼啊,恼是什么意思啊? 恼怒啊,会生气的,会发脾气的。 烦了之后时间长了,烦了时间长了就会恼啊。 烦到后来会死人了,就烦死了。 所以烦恼是非常非常大的业障。 只有你发出无上的菩提心。 我没有什么好烦的,比我烦的人多呢? 比我苦的人多呢? 我要好好地帮助别人。 我比他们好很多,我比他们已经开悟了,我闻到佛法了,我要更好地帮助别人。 你这个人才能解脱啊,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很痛苦了。 一个人老觉得比人家好,你说他会痛苦吗? 因为他把自己的幸福底线放得很低。 我只要不出事,天天平平安安。 我只要还活着,不生病,到医院去看看,有多少人在痛苦啊? 你说烦不烦? 这个世界上,很多的烦恼都是自己想不通的。 你今天痛苦难过,是你想不通。 你今天觉得你老婆欠你的,这说明你没有像一个大男人,你没有智慧。 你要知道老婆对你很好过,算了。 老公曾经对你很好过,老公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多,他也很痛苦,他也很辛苦。 你就原谅他,很多时间就是这么自己解决的。 你如果不要靠自己,自己的自我的心来解决,你永远解脱不了,因为你是有情众生,因为人都有感情的。 有情众生要摆脱烦恼,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利益他,去帮助他,去理解他。 所以学佛要成为剥落智慧的人格化身。 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很有智慧,谁都喜欢,碰到事情,他就能想出办法出来。 碰到事情,他都能解决得平平安安安,很好。 这个人一定受人家坏人的。 大家都喜欢他,他就是干净。 这人生他就是很干净。 这个师父跟你们说,很多人, 哎呀,这个人怎么搞我了,这个人怎么不知的了, 他为什么要这么,他不知道要下地狱, 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瘾火报应啊。 师父告诉你,不要因为众生的无知啊,而痛苦自己。 人家无知了你这么痛苦啊,你不是受他的影响吗? 不是受他的气场影响吗? 众生的无知来痛苦你自己干嘛? 别人伤害你,他有报应的。 你没有去伤害他,你没有报应啊。 等到他生病的时候,他报应你,你没有报应啊。 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人你跟他讲话,他装,哎呀,没有啊,我很好啊。 吹牛水口一来,这种人就像装睡的人一样。 你们要记住师父一句话,装睡的人是永远醒不了的。 你怎么叫他,他都不会醒的。 假学佛的人是修不成的。 学佛没有诚意的人是永远学不会的。 你说装睡的人叫他醒不了。 这假学佛没有用的。 一个人要收到禅境,禅物的境界。 禅物的境界是什么? 一个人不要赞钱顾口。 做什么事情? 我现在好好做。 就是禅物。 过去的不可得,未来的不可得。 还没做的不知道,过去的做过了,已经过去了。 我就抓住现在,我要好好地活在这个一刹那时间。 你们现在,过去的,都不要再去想了。 痛苦的,也就过去了。 你们也不要想,以后我好,我现在还买了很多的绿合彩,还有很多股票。 他们一上去了,我又变成富人了。 都不要去想,因为这一切都没有实现。 你现在坐在下面,好好地学习。 没痛,没病,没灾,没进医院。 这一刹那就是你的残劲。 你抓住了现在,就拥有了未来。 谢谢。